我是謝錘掌 然後是在松山功能園藝科畢業 那現在的工作公司是 在捷群設計有限公司擔任花藝的部分 然後以及合約花藝擔任花藝顧問 然後我自己還有創意個人的花藝教室 我覺得我們的基本知識 還有那個基本素養是很紮實的 因為比如說像是花店的同業人文 因為在台灣並沒有花藝科系的大學 或是職業學校或是這樣子的 政府單位的教導 都是民間的花藝教室 那我們經過松山功能園藝科專業的職務的訓練跟培養之後 我覺得出來做花藝教學 我們的知識是很紮實的 相對優勢是比較大的 其實有一些同學可能在學校認識花藏的時候 可能因為就是不感興趣 所以沒有很認真去學 那我覺得既然已經進入到技職了 就好好學 將來就是會有 一定會有某些層面的幫助 可以念技職是很幸運的 因為技職學校的老師 很多就是有這個專業領域的專長 好好學習 將來一定會有很好的工作機會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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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ht